好,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 今天的主題是 好,怎麼樣去呢? 就是說,精通 就是說,彈性adaptability 好,怎麼樣去呢? 請開始 我們開始 謝謝 嗨,大家 大家好 こんばんは 這是早上是早上 我們可以掃瞄大家嗎? 我們可以掃瞄大家嗎? 老師要掃瞄大家 說,Yes 我們帶你到可樂的空間 所以陳娘娘從腳底往上 在你的頭頂 形成了一顆美麗的光球 好,好,好,好 我坐在身上 高分,空中和明星地 創造星,四日子 重灑中 直線 那裡 代動天空 穿越了宇宙 你看 白光 暗光 還有金色的光 像 所以说Creator 感谢我们的生命 下载你可以接收所有的讯息 还有你知道可以去有适应 adaptability 今天这个美德适应性 你知道如何适应所有一切 有弹性 所以请深呼吸之后 就可以张开你的双眼了 所以今天主题是如何掌握应变能力 我们宇宙给我们很多的工具 来让我们可以去适应地球上所有一切 你要去知道说 在每个情况 什么样的情况 你怎么样保持自己的真实性在每个时刻 最大的关键去创造的是可以去做最真实的自己 然后能够散发出无条件的爱在这些所有的时刻当中 当我们去讲适应性的时候能够去散发你自己的真相 可以表达出爱在很多不同的情景当中可以这么做 在很多不同的情景当中可以这么做 在很多不同的情景当中可以这么做 可以去知道两个情况下也许是有类似的情景 还是是同样的情景当中 能够去改变能够去做 能够去适应到每个时刻 你是不是能够去适应在各样的情景当中 同时也是来自于你的态度 你自己所有的一些正面的 你要有正面的心态去面对所有的一切 你如果没有真的去理解你自己的时候 你最后会有很多卡住的能量 有很多的觉得挫败感还有震恨的能量 所以如果要懂得去适应而不是呢 就是觉得有卡住的感觉 你的细胞开始去反对不同的感觉 这些适应给你这些情绪开始去 你觉得你觉得不属于还是觉得你自己怪怪的 你可能会体验任何的焦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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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能力去忘了去找 要知道自己是谁在每个时刻 不要惊慌失措就对了 要知道自己是谁 然后再察觉自己的内在 适应力就是要去了解别人的观点 然后同时你也有自己的真相 在西塔疗愈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在不同的在我们一辈子都是跟西塔疗愈有连结的 我们都是应用这个工具 我们在不同的机会 在不同的时刻互相支持 向我们的团队一起工作 很多的需要的去理解 也可以去找出书从哪里 所以是看人们怎么去 市周围的影响 还有看我们怎么接收讯息 这些都是一些关键 我们专注是在 这不是好像我们是 对于一些特定的文化 还是什么 只能够好像独家的专利的概念 不是的 是大家都可以有权利去使用这个工具 大家都是平等的 有些时刻呢 阿瑞娜会讲比较多 还是她讲的比较少 阿瑞娜是在适应 根据四周围的人事物 去帮助支持他们的成长 所以意思就是为看情况来决定就对了 要懂得有判断 就是你的评估当下的环境 为了要去最高的 不要去专注说 你想要怎么被看见 不是用自己 我的方向出发 出发点 不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去支持不同的事情 然后看别人怎么去接收的资讯 是由对方决定 使用这些工具向前迈进 是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去决定的 唯一的方式你可以真的经历这些 用最好的方式是保持跟最窒息的真实的自己 散发出这样还有散发出爱 在任何的情景不受影响 屹立不咬 就是这是王道 做最真实自我还有连结 还有散发出爱 总是有些时刻 你有时候一些时刻是在学习啊 还是连结 还是觉得有被支持啊 但是真正的精髓是真正的能够适应 你是可以散发出你的真相 用最高角度 爱的角度去散发出最真实 高我的本质 能够去接受那些其他人的支持 你需要他们也要走自己人生的经验 人生的道路要允许他们 我被告知呢 都觉得啊 我们觉得太容易了 我都被告知说啊 人生道路太容易了 在常常人家家人 常常都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有适应性 在不同的情形的时候 不同情景有适应性 这个没得 有时候一些人会停止 他们的旅程 会去思考一下 也许不是那么难 还是我想要去寻找一些 比较经历很多 高低起伏的人 是不是向他们请求请教 对他说 听到这些 就是可以去了解到 可能会听到跟人家对接的时候 可能内在会被触动 有一些情绪 周到达了 然后情绪激发出来 所以就说,哇,我真不敢相信这样子 哇,他讲的有让我感动到啦 还是怎么有帮到觉得有感动到 还是触动到的时候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问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想要让你改变你的真相 我说的是,我说的这种感觉 你愿意改变自己的真相吗? 是让你去质疑了你的联结 还是让你质疑说话 那你的人生是容易的还是难的呢? 透过跟别人对接之后 你的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呢? 文音要被情绪触动的时候呢 去激出来让你知道说 在这些你是不是适应力、适应感 你有什么样的感触、感触 所以这些都影响到我们对于每个情况 怎么样有适应力的 我愿意改变自己的情绪 我愿意改变自己的感情 我愿意改变自己的感情 经历一些事情 可以有第七届最高的指引对你呢? 就是去解决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有第七届的解决办法 所以我们在说的是 不是是容易的 感觉是容易的 如果连结源头都觉得太容易了 你有没有让那个 所以就是透过跟源头连结 然后呢 你是不是可以 透过连结还是保持 拿到最高真理 同时还是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 然后去适应人生所有的环境呢? 还是你觉得连到第七届之后 就却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呢? 很大的部分的愤怒挫折震恨 是来自于那种感觉 你将会失去很大的 失去的自我 当适应到外在的需求 在那个时刻 你好像觉得自己 有一些东西必须 剩舍还是舍取之间 觉得会有失去的感觉 你知不知道 自我自身的特殊症 会失去的感觉 多么的东西都被失去 陷阱的态度和疲惫 也会失去的感觉 这来自于我们的体验 我们是不是在过去中细意的 细胞的记忆是有相关的 细胞的记忆是有相关的 我们是有相关的 真相是我们给这些机会 可以去跟源头的能量共同创造 还是去改变 与其自己的小我 你要懂得时时刻刻都要上七 去跟第七去共同创造 共同解决问题 有第七界的智慧 可以去适应你所有的一切环境 可以真的去适应 你要去解锁一些机会 可以看到往前看是怎么样 还有每个人后面的能量 然后可以真的去判断这些资讯 然后可以去看一下说 最好的是什么 不是最好的 不是最好的 是我们 是来自于第七界五条件爱 但甚至在我们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我们最好的方法 就是我们自己的最好的方法 不是自于自己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自己的最好的方法 不得不得到 也是我们最好的方法 但甚至之前 我们在这个之前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要继续跟着 去要去能够寻 可以就是你创造的所有器 你要问你自己是不是你真的是想要的 而且可以有所行动 然后继续向前迈进了 不是停滞还是卡住了 我们去连接我们 然后觉得很不情愿 不是这样子的 你不会想要有这些能量 那种好像被强迫去做的事 然后就会很不高兴的感觉 所以老师说 不要说别人叫你做一些事情 让你的内心觉得有很多的怨言抱怨 最有价值的资源 是你自己的能量 你向外放射出去的能量是什么 你跟这个世界做交换 你投射什么样的能量出去 就是回收什么样的能量 所以是最有价值的事 所以就是你背后你的能量是什么 散发出来 这是关键要察觉自己 散发出什么样的能量 我们没有去看到时时刻刻 我们做这些 所以这些不是因为跟钱有相关的 不是说我们的社交有几个按赞 还是有钱不是用这样子去衡量的 但是我们真的去交换 然后可以去时时刻刻你射出去的能量怎么样十倍回收进来的 我们的家人的生活中 在我们家人的生活中 我从来没有让一些情况是定义呢 被其他所定义我们 还是被无条件的爱连接 不会让任何东西来定义我们的 我们都是专注在第七界去创造的 所以就是对我来说 这个都不是我们预期的这样 不是这样子的 这是一个情况之下 然后开始 就是我开始教课的时候 就是不会大家都想说 我是跟我妈妈是一样的 如果我是的 我如果强迫的时候 要到达妈妈期望 会造成了 会变成对我自己 是模仿我妈妈的话 就无法做我真实的自己 所以我想要做最真实的自己 我学习到这字这个字 完全就是跟妈妈一样说的教学内容 说出来的内容 散发出来的能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开始去理解到的是 怎么去沟通 然后呢 不同能够呢 所以我要用 就是我自己的能量 最真实的自己 去用我 真实的自己去想法 真实的自我去分享 而不是去复制别人的 而不是去复制别人的 然后就在自己的言词 和自己的方法 在自己的方法 大家想要做这个内容吗? 你们想不想下载 你可以分享你自己在这个时刻 去分享你自己的想要的 而不是去要复制别人的 同意的说YES哦 然后马上就会解锁在每个情况 你有不同的工具 你可以去选择去使用 你要需要说出来的方式 当Raina跟我分享一些特定的资讯是很重要 然后它有连结去辨识出 所以要用不同的方式 所以有些字是需要透过Raina讲出来的 但是她们也继续在中间 即使是同样的说法 也许是同样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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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时刻必须要用这样子的方式传递 允许在那个时刻 用对的传递者把对的资讯传系出来 这才是最好的 我们经历在一些时刻 我们不会去听宇宙 我们不会听宇宙的讯息 我们有时候之前没有听到第七届 因为我们害怕我们自己 会怕听到不同的真理 之前有这个经验 然后呢 你让一些时刻 她说宇宙为什么没有给我 我一直显化 为什么都没有成真呢 你上去去连结第七届 然后所以她们还是在这里的 但是你没有 Tiru 这样的东西 然后你要有这种适应力 可以去看到在你的面前有力量去创造 我们经历了很大的疫情的时候 所有人关闭的时候 四个礼拜 好十几年 还是正在处理这些面临这些 有很多的电话有关于 这个到底会锁很多久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我们是要休息几个礼拜 我们怎么向前走呢 很多电话都会来问我们 这不是秘密呢 Rain呢 我会写一些很棒的显化清单 我会写着这些的显化清单 我的妈妈呢 学位去清单 他们两个都有很棒的计划呢 他们把他们的清单列出来 我们可以在清单上做什么呢 所以有什么的可以去完成呢 然后呢 去列出清单就可以目标 可以去把它完成这些 你知道如何我们去做的 可以去保持续练习呢 这很大的全球的系统 大家都是全球都在学 让学生继续导师继续 所以我们的业务就是很繁满 怎么样去 就是跟大家去适应这些 所有一切呢 我们怎么在做这个我们有些额外的时间 然后有时候在想说要在家要想说要该怎么做 有些是不是呢 有些做过有些曾经没有做过 我们看到这些电话 你们有没有清单 有没有开始前疫情呢 你有没有 有没有觉得疫情有很多 都是有空闲的时间 可以去做你清单上 本来没有去完成的事情呢 有没有这样子呢 在这些时刻 我们去四周围看一看 去理解到 有很多其他的 来自其他的邀请 政府的邀请 我们真的没有掌控 我们社团的结构 还是国家的结构 有很多其他人的结构 政府有很多其他人的 所以地域和国家 都会有很多其他人的 但是我们可以控制 但是我们可以去控制的是 我们正在完成的 在里面内在的连接 我们可以有时候有挫败感 与其被挫败感所掌破 我们可以去问说 有什么机会呢 可以去解决 有第七届的解决 然后用我们的情绪 要怎么去创造 我们可以去察觉 去做更换 如果你想要的话 如果有任何的挫败啊 有一些震顺 愤怒的时候 你要问你 这怎么帮助到你呢 他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真相 对你自己有一个真相 在你自己的体验 这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 去学习 所以是不是要去决定 是不是要去创造 是你想要去用这样子的能量去创造 还是你想要把这些能量 你可以去做改变 用别种的感觉的能量 去创造你的创作呢 比如说震恨啊 愤怒啊 我们把它用其他的情绪 去把它取代 要真的有适应性的时候呢 你要去削减那些额外的压力 在你的细胞外在跟内在呢 然后不要去被压迫腿挤推 你要完全要允许你自己 用你自己的方式 可以去用跟creator的连结 去创造你想要的 而不是被破 还是觉得有强迫感 压迫感 在你自己的方式 如何去创造自己的宇宙 自身的宇宙和宇宙 共产生的方式 意思就是说 你这如何保持在自己的内在 专注在自己 在不同的情况下 而不是被外在所影响了 对于我自己的宇宙 我们问宇宙说 我们真的会去味时时刻刻 为什么我这么重要 在我的不同的这些呢 传送任何的问题到宇宙 你要去察觉你投射什么样的问题 念头还是能量到宇宙呢 我的儿子有一天问我说 我是真的很重要呢 还是是我自己的大脑 是自己的大脑是改变说 我好像对别人来说 我是应该是很重要的 我的答案是是的 对 both of them 两个都是 我们带到这个地球 这个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 在这个时间空间 我们带着源头的光 时时刻刻散发出来 每一件事我们做的 我们做的我们做我们的去创造更多的沟通 我们连接去有更多的体验 我们自己的自己是一种反应 反胜 然后所有一切我们的 我们内在的一切都是组成 今日最完美的我们 我们的内在的一切都是组成 今日最完美的我们 从第七界的角度呢 这是非常容易能够进去去看到 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个 每个人的经验的连接 在细胞呢 在这些时刻呢 可以去 在这个时刻可以有所贡献 我们是被驱动 每一个人呢 可以去创造非常好 在他们自己的生命当中 可以去创造更好的事物 可以去显化 带来喜悦快乐的 到他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去察觉 然后去创造真的很好的经验的 每个人都是有创造力的 但是呢 所以疗愈是呢 去平衡去去察觉 这是多重要 这是多特别的 同时呢 允许其他的人 能可以去察觉 也让他们做一样的 找到他们自己的重要事 你可以去让他们去臣服 去接受自己 所有的创作 还有显化 我认为是有创作 我认为创作 对于是有创作 需要的 但我认为 是有创作 那些创作 是有创作 对于是有创作 谷子让他们去双伙 对于是有创作 那时刻 那时刻 在周围里人 人们的 是有创作 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你可以去察覺 有時候他說翻譯要用不同大腦的部分去穿譯 所以需要一些时间等他翻译完 因为他句子讲很长 我刚翻译完 那因为有时候等的时候会忘记了 甚至呢 去察觉出不同的语言呢 而是这样子的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甚至是在你自己的家里面 因为那个句子讲很长 有时候真的翻译听完会忘记 所以对Akimi比较难 Raina跟我已经在一起很久了 在一些时刻 我知道我们的能量 本来就是之前都是有灵魂是认识的 她是觉得我是全世界最舒适自在一起相处的人 因为我跟她在一起很舒适自在 我有时候忘记 她有时候不会的去开玩笑 她有时候她就是忘记了 因为Josh会比较容易开玩笑 Raina比较震惊 应该是这样 因为Josh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也是玩笑的意思 但是我很有适应 所以我有很好的适应 所以我跟谁都可以有很好的适应力 你是在我全世界里面最会听得懂Josh的语言 还有懂我的笑话的 但是我忘记我会说一些句子 我觉得很舒服自在 我从我自己的角度 有时候忘记跟她解释 一些部分有时候没有理解的 有时候我好像有很受欢迎 那个时候生活会觉得很心疼 它在我自己的角度 是想和我说什么 关系就会忘记 那他那些角度 我自己的角度 然后我要记得要记得 练习 我要去连结再去解释 然后能够帮助我们往前进 可以去了解 所以透过第七节去沟通的意思 然后也去共同创造 去理解我们的创造 你这样做得 理解 我们很清晰 这个情节 我们有时候会忘记生命当时会给我们一些方式 在我们的体验经验还是一些类似的情景 我们忘记了沟通啊 透过一些时刻去沟通 在我们四周围忘记怎么去做沟通了 但是去记得 沟通不是有关于字 可以看你怎么看别人 有一些非语言的一些表达 在这些时刻是有关于情绪你正在体验的 在这些时刻然后能够去展示出来 沟通是有关于情绪你正在体验的 在这些时刻然后能够去展示出来 我们跟宇宙的互动啊 然后当我们呢 就是说跟一些人相遇啊 等等这些经验 我们可以选择去接沉浮这些 可以选择去看到去创造 从无条件的爱去创造 还是我们可以选择继续忽略 去创造其他的情绪啊 震恨啊还是挫折啊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很多的你们有去显化很多不同的事情 你们显化去显化学生啊 课程啊客户个案等等 你的细胞知道说你的适应力是什么 你的细胞最知道的 他们知道很多的好事你体验的 从你的角度去体验一些美好的事物 可能看到你有可能会去改变 如果你去吸引其他的事情的话 所以有可能会去怎么样会去事情呢 你吸引进一些事物进来怎么去做改变 我记得在我们的办公室呢 我记得在我们的办公室呢 第一次我们开始没有上过西塔疗医 还是读书的时候 传送了一些资讯讯息不是这么好的 所以是来自一个从他们来写的信的 他们的观点 他们觉得是被威胁的感觉 任何的事情他们曾经听过 然后他们误解 不知道这个真理对于他们教学的 他们不知道 对于他们的这个疗法的误解 在这个信中表达了 然后可以去全家都可以去理解 我们教的就是爱的 我们传送这些爱给这些人 我们怎么要去捍卫还是要去证明 我们学校的意思上 我们在希望他们做爱 什么都要去捍卫 还是要去证明 就是我们帮助来 但是在这些事情 经常是必须要证明 或是自己的事を守ろうとしようとする 攻撃しようとする 最後,在這個對話之後 電話之後 對他們想要有距離力爭他們的點 我們怎麼解釋 他們還是都沒有聽到我們的論點 所以每個人的意見是不同的 在最後我們可以說的是 我們知道我們自己是誰 我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希望你在人生的旅途當中 你所搜尋的祝你一切安好 所以因為每個人的論點不一樣 現在往前20年後 所以他們又回來學習希塔療癒了 太棒了 這一位那時候對我們講非常嚴苛的語言 竟然20年後跑來學希塔療法 但是他們的靈魂準備好 可以去試試看 他說,我之前真的沒有注意聽你在講什麼 很多的那些適應可以去理解在這些情況裡 你可以去這個時刻可以怎麼做 你要怎麼樣對自己保持最真實的 然後怎麼樣呢 根據你自己的信念 然後你可以做最真實的你 這是我們可以去做的 你喜歡這個下載嗎? 你們要這個下載嗎? 你知道可能呢 就是你知道可以適應所有的環境 可以做最真實的自己 時時刻刻跟第七屆保持連結 然後有第七屆的解決辦法 今天的主題 能夠去保持在第七屆 不會去貶低別人的機會 為了要得到自己的 能夠呢 不會想要去貶低別人 然後呢自己呢 就是自私的 就是能夠自己得到自己的最高利益 是大家互助合作的 我們是在連結 溝通的 我們是在這個世界是充滿著 評判意見的事件 在一些時刻呢 當你開始去散發自己 有一些特定的溝通 在這個 可以有一些支持愛啦 還是甚至有情 在這個 可以有一些支持愛啦 所以这些負面的面向 有些人有震撼呢 有些負面的小我呢 还是有一些挫败感呢 有时候呢 但有时候去寻求一些最容易的方式可以表达 有一个恐惧 可能有些人呢 会比较有 会做得比较好 所以最后都是在竞争比较了 能够去可以开始去连接有判断 这是我的真相 是我真实 是跟我的感觉 是这样吗 还是这是我的 然后呢 还是觉得说 不是 这不是我想要 我在这个时刻 我想要做最真实的自我 是我的真实 或者是周围人 或者是周围人 或者是地域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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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在这一刻 所以我感到 要是在这个时刻 我承认我 是提出的 好吗 你希望在那里 你的本质上 你能够认识 所以你可以去知道你自己是谁 你散发出最真实的本质好吗 同意的说yes 然后你可以允许你自己可以去找到爱 还有接受来自于第七界 在你自己的细胞 然后去散发 可以知道你有自己的真相 所以在所有的事物 你先开始 好 允许你自己可以去看见 然后从第七界五条件内的真相 还有其他人的 还有知道如何去适应 可以去支持你跟别人 在所有的情况有第七界的支持 所以你们想要这些下载请说yes 所以请点头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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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让我们 可以让我们今天呢 今天来跟我们相遇呢 然后呢大家再聊一聊适应性 谢谢这些很棒的背景 所以把摄像头打开 看大家美丽的笑脸 我们来拍照 我们来拍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的讲座非常的棒 适应性是很棒的 好 我们现在要分享下一次呢 我们下次是1月6号2023年 所以中文跟日文都可以上来听 祝你新年快乐 所以要2023年了 我们呢 你们还有12月有 就是大脑方程式的认证课程 12月21号 记得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报名 老师的你的演算法的认证课程 所以我们听到很多很好的口碑 所以请大家能去参加这个认证课程 然后有导师班 在2月份 所以大家可以参加这个认课程 所以我们2月份有导师班 所以欢迎大家参加2月份的导师班呢 我们会贴出来还有很重要的去分享的是 Rainey呢 他们呢 他们呢 会去日本 在3月份 会去日本 所以这个 教室课程呢 是2月17会开始 Rainey呢 会Josh Rainey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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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呢 全部大家会一起教课 在线上 所以耶 太开心了 20月份的导师班 所以IA导师班 所以是3月4号 IA的导师班 还有呢 内地跟台湾呢 都是呢 好像是时间 大家看一下 我们最近报名表连结会出来 两周线上 一周呢 是在线下 所以我们 我们有很多的地点 让你选择 所以有台湾的台北 还有中 内地的苏州 苏州 上那个我们地址呢 都已经列出来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去找 看一下 然后Joshu Raina呢 会在日本 所以你有兴趣去日本 也可以去日本 还有彩虹小孩 所以彩虹小孩 所以彩虹小孩 所以呢 彩虹小孩的秘密呢 是所有的 所有的基础的导师 都可以上 我等一下再确认一下 对那个到底谁才可以上彩虹小孩 我会最后确认 不常常会在日本呢 这样子会发生 所以请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哦 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 所以你可以在线上的时候 去查一下 所以你可以在线上的时候 然后可以 所以呢 报名表都在已经官网了 那不知道怎么报名的 可以找我们 我们这边可以协助哦 所以我们感到很兴奋 我们到时候见哦 所以呢 我们会更常跟你相遇 谢谢大家 从你美丽的家 我们很想要看到你的圣诞树 圣诞的装饰 我们日本没有做很多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美丽的装饭 装饰 我们非常喜欢 你们做得非常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有关于呢 就是地点的问题 都可以来跟我咨询哦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晚安 早点休息 拜拜 Ą 你在这边 感谢观看